收到立即进行检疫封闭 本所抢载人员已收到指挥官 下达地下道封闭的讯息 由公所赶至中山地下道 每年5月1号到11月30号为防讯期 也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季节 树林区一共有5处车型地下道 为防范瞬间强降雨造成积淹水 树林区公所已经建置了远端监控系统 可以在手机上透过CCTV及水位检测器监看 一有积淹水一律便可立即启动风路改道 因应防讯期即将到来 树林区公所提早进行整备 结合树林分局及礼办公处 办理地下道封闭演练 因应我们每年5到10月的防讯期快到了 那我们公所今天在我们中山地下道这边 来进行这个积淹水的一个 因应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封路的一个座位 防范期间雨太大的时候 我们对于会积淹水的树林区的5个地下道 都有这样的应变机制 那也希望说如果这个防范期间 有积淹水的一个情形 我们进行封路的时候 请所有的这个驾驶的朋友们 能够配合我们的一个作业 王昆南区长表示天然灾害往往来的令人措手不及 平时必须做好各项准备 灾时快速应变才能有效减少灾害损失及伤亡 若地下道积淹水没有及时封闭 民众开车或骑车进入后容易造成车损以及人员伤亡 透过演练可以测试拱锁及分局同仁的动员能量及应变效率 也加强防灾意识 让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更有保障 记者沈金华吴志恒树林报导 好 辛苦